D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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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快一個月沒有入實況了 不知道各位白粉你們想我嗎 感覺好陌生好生疏喔 感覺對著麥克風講話已經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一定會有人問說 啊白龍你這一個月去哪裡啦 其實我私底下還是要 接接case啊 做做功課啊 還有最重要的是我現在有一個 自己的動畫創作這樣子 那也是跟素食有關的喔 那感謝還是非常感謝各位觀眾 因為有你們我才會有這股動力 繼續的拍實況影片 不過這段時間我一直有在剪輯 我的實況影片 那未來也希望做比較精華式的影片 那我們廢話就不要說太多 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伺服器給大家 它叫做mccosmicmc.com 然後它的IP也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伺服器 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申請 直接進去遊戲就可以了 然後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呢 需要打註冊 就是上面這個 斜線 RI REGISTR 然後再打你自己的密碼 好 然後之後登入之後只要打 ROGIN 然後後面打算你自己的密碼就好囉 OK 成功登入之後呢 右邊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遊戲可以選擇 然後我最常玩的就是這一個 Survival Game 這也是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知道的 然後 然後這個伺服器使用的版本 只要是1.7以上的都可以 那我目前使用的是1.8的版本 所以我的Skin才會長這樣 然後 不知道是網路流量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就是 進來的時候自己的Skin都會看不到 不過別人是看得到 你的Skin了 只有自己看不到 好奇怪喔 然後 這個伺服器 我們先進去好了 這有個綠色的會彈廢 然後到前面這邊呢 會看到很多的房間 可以選擇 然後它上面會寫說 例如這個是 第31間房間 Survival Game 31 32 33 然後每個房間都有編號 然後它上面會寫說 裡面的玩家有多少人 然後現在是否在 等待 當中 等待開始當中 或者是已經在開始了 那我通常進來的話 我會直接按這裡 Auto Join 然後除了這邊 還有後面這邊 這邊有房間 這裡全部都是房間 只要對著牌子點右鍵 就可以加入 加入那間房間裡面 那我們直接Auto Join吧 然後 進來之後就開始等待 等到玩家集滿之後 它就會開始倒數 補充一下 Survival Game是基於一款 小說叫做Hunger Game 飢餓遊戲 所改編的一款 Minecraft遊戲地圖 那基本上它的規則就是 它會把所有的玩家傳送到一個封閉的地圖裡面 然後開始倒數 時間到了之後 玩家可以開始四處的移動 互相殘殺 在地圖裡面搜尋任何需要的食物或者是武器 直到 所有的玩家全部都死光 只剩一位倖存者 遊戲才算結束 然後這個伺服器有時候 會有點點LAG 要看 當時的伺服器的 就是流量怎麼樣 不過 我有玩一半的時間都是很流暢的 所以 大家玩之前可以先進來跳跳看 走走看 看會不會頓頓的 好 然後 第一 進來之後它會給你一本書 書好像開不了耶 沒關係 我待會就介紹給大家看 就不用看書了 右邊有寫 呃 你的 你的數據 第一個是你殺了幾個人 第二個是你現在有多少錢 第三個是你總共贏了多少場的 Survival Game 那我贏了七場 我殺了82個人 我現在的錢有223塊 那錢的話 哇 30秒就要開始了 錢的話 你可以使用第二個 綠寶石 在開始前 你可以購買一些 你想要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 每次我都會買中介珍珠 超好用的 OK 買了中介珍珠只要5塊 然後你可以比別人 搶先一步搶到前面的箱子 超級好用的 來吧來吧 時間倒數10秒 5秒 4 3 2 1 開始 GO 搶箱子 YES鑽石劍 太棒了 這遊戲最 等一下我先認真的 我玩一下 好 然後他會有一段時間是保護狀態 時間倒數到的時候 才可以開始攻擊玩家 所以我現在要先Follow 沒有 裝了 玩家 你死定了 就是你 再抖 可惡 別跑 啊 他很會跑耶 完蛋了 我剛沒有 第一時間沒有殺到他 很難殺了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嘴上 遊戲剩下了19分鐘 每一局有20分鐘的時間 殺玩家的話可以 賺取獎金 後面有人 欸 這裡有箱子可以拿 YES GO YES 成功了 YAY 然後他的東西了 他有一個環望藥水 然後殺死人之後 聊天訊息上面就會寫剩下幾個人 我們現在玩家剩9個人 然後剛剛我一開始有拿到一個指南針有沒有 他在遊戲裡面可以顯示你最近的玩家的距離 前面是名字嗎 我看到人 我看到人 YAY 我裝備比較好 鑽石劍無敵 YAY 好 趕快穿裝備 鞋子 OK 我全部都有裝備 我還有5個鑽石 藥水先把他擺一擺 好 我們再來獵殺下一個玩家 Survival Game其實 在那個 在Minecraft裡面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遊戲 但是很常會找不到人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玩的話可以 可以來我介紹這個伺服器 因為現在算是離封時間 要不然尖封時刻的時候裡面都有100多位玩家在玩 幾乎不用等就可以開始了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來這個伺服器玩 這有路嗎 怎麼看起來有路的樣子 然後 欸 有箱子耶 YES 然後這個遊戲裡面 除了 一般的方塊不能破壞以外 像合成籃啊 工作檯啊 都是可以放置跟拆卸的 所以我現在來做一個 做鞋子好了 我要在遊戲結束前 最好是全身都鑽石中 這樣子的話 會很有機會獲勝 YES 我運氣太好了吧 我又拿到一些鑽石了 來 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把這合成籃給拆下來好了 隨身攜帶 7個 欸 這樣夠嗎 不夠 那先做帽子好了 好 我只差 只差那個盔甲 身上的裝備 其他都已經OK了 剩下多少人啊 剩下7個人是嗎 50公尺 好像蠻近的欸 然後看到箱子盡量 就是 裡面如果好的東西就把它拿下來 然後這個遊戲現在被改版成 不會 為什麼有空中的人啊 為什麼空中 欸 啊 等一下 我知道他的狀況 等一下 回歇 回歇 太棒了 治療一下 他剛剛是 他剛剛是喝隱形藥水 然後他 所以他才會全身脫脹 白癡 然後他剛好隱形藥水用完了 所以就被我發現了 我們來換一點好的東西吧 像這個 這個就需要帶著 好 就這樣吧 藥水 藥水非常的 重要 所以可以的話就盡量 隱形藥水 看一下怎麼辦 整理一下 我的包包 然後這個遊戲裡面有一個特殊的 東西就是 終界箱子 終界箱子在這個遊戲裡面是 那個 補給箱 你只要把它擺在地上 像這些應該都是補給箱擺的 因為通常箱子不會放在這麼明顯的地方 你把中間箱子擺在地上的話 他過10秒 他就會掉下一個箱子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補給 可以讓你拿 YES 劇毒藥水 然後這個遊戲之後被改版成那個 沒有飢餓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改 飢餓子明明就 就還蠻好玩的啊 為什麼要改掉咧 剩五個玩家 我這一場真的運氣蠻好的 一開始就拿到鑽石劍 很重要耶 鑽石劍 人在那個方向 哪裡啊 為什麼 看到人了 看到人了 鐵劍要打鑽石劍 耶 贏了 好 算了不要管他 應該不會有人 在這附近 不用怕 欸 有欸有 才剛講完 你想打贏我怎麼可能 YES 剩下幾個玩家 剩下 喔 剩下三個玩家 然後 最後的死亡決鬥 在30秒後 就會開始 死亡決鬥就是 他會把所有玩家 傳送到同一個地方 那我們先做一下準備 女生藥水 我先吃隱身好了 我們把一些不要的丟掉 吃隱身是一個 非常 卑鄙的 卑鄙的玩法 就是 讓其他玩家 看不到你 然後你先 你先 先不要跟他們決鬥的意思 好 這樣子我就隱身了 而且我有兩罐 幾乎不用怕 但是 如果時間到底之後 勝負還沒有分出來的話 就算是 沒有 沒有人獲勝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偶爾要在後面補刀一下 我都沒有負面的藥水了 這個比較危險 找不到機會 啊 我死了 不 好啦 我輸了 輸了就會變成那個 創造模式 然後會變隱形的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死掉之後 會有這一個 是可以傳送到 剩餘的玩家的位置 像我點一下 我就會傳送到他旁邊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贊助 剩下的玩家 也可以使用這個 第二個鑽石 然後點一個玩家之後 看你要贊助他什麼 然後也是需要 欸 不需要花錢耶 啊 需要啦 需要啦 需要 可以贊助裝備啊 武器或食物這樣子 OK 他們兩個還沒分出勝負喔 遊戲剩下30秒 我覺得應該是鑽石裝 那個人會贏啊 然後最後一個熔岩球 就是離開 如果你不想 繼續待在這邊 看其他玩家玩的話 你只要選他 點右鍵就可以了 我覺得應該是分不出來勝負了啦 對 沒錯 這一局沒有人獲勝 OK 那這一局就是合局 好 那我今天介紹這個伺服器 就介紹到這邊 那這個伺服器的IP 我會貼在那個 下面的詳細資料 如果有興趣的人的話 也可以進來玩玩看 還不錯 還蠻好玩的一個伺服器 好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白龍 敬請期待下一集的實況 各位白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